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H5实现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开始这一系列课程的第15讲 那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讲这个当前级别 那这个下一步方块的话我们就放到下几课再来讲解 那这节课呢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上几课所遗留的一些内容 给完善一下 所以呢这几课我们的内容有 如下 首先呢是我们这个时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时间 那这个时间应该怎么来让他 一直往下加 那这个是第1个第2个呢是我们这个时间的一个格式处理 因为时间如果我们直接累加的话应该是一个 单纯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要把它处理为我们的一个 十分表这样的一个格式 那这个呢需要我们有要编写一个处理函数 第3个呢是计时器面板里面 要设计的什么呢暂停 恢复和这个停止 当我们游戏暂停的时候我们这个计时器 他同样也要来跟着 进行一个暂停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也要去实现 好这个呢是我们上级课所移民下的一个内容 那么另外的话还有第15讲本身的一个内容 什么呢 一个呢是我们这个级别的一个分数设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得分达到多少的时候我们才会进行进入下一个级别 然后第2个呢是我们这个升级的一个提示 第3个呢是下落的一个速度控制 那关于这两个具体的一个算法 我们待会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来接着看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还是用实际的代码来演示如何实现这些功能 好我们来打开我们的代码 首先我们还是把已经完成的一个内容先打开看一下 好 这个是上级课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来接着来补一下我们这个timers 首先这个timers的话 他想让他想怎么了 想要一直累加 那应该怎么来做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个time 这样有个有个等于0的一个东西 那如果要让他加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要加的话我们可以 通过一个函数来进行一个什么呢 累积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做 这是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 CityInterval我们要用CityInterval来 实现我们的这样一个累加一个操作 因为他可以一直循环往下走 当然这个他并不是太准确 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我们这个 不要求太准确 所以呢是可以使用这种方式的 当然如果要准确的话我们可以修复这样一个函数 让他 变得很准确 那当然这个地方就看具体的一个需求 注意了 注意了这个地方我们要在CityInterval里面要访问的这个this 由于这个方式隔开了 所以呢我们需要 通过 CF的一种方式来 访问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让这个time 加等于1 其实也就是加加的一个意思 然后呢 一定要记得 让他来进行一个Render 否则的话就算他加了之后 他也 不会变 那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是怎么样子的呢 看一下 当我们开始的时候 注意看我们这个当前时间 这个使用时间 一直在变化 当然这个效果并不太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来选择 一个格式化的一个函数 来让他 怎么呢 显示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格式化函数 我们怎么来写呢 我们就给他取名叫format 好 那这个里面的话我们主要是来 来处理我们的这样一个 time time 这样一个值 那 首先怎么来处理呢 首先我们要来取他的一个 毫秒数 怎么来取 其实呢 我们这个time 他本身来说 就已经是一个 就已经是一个毫秒数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的毫秒的话就 就不需要再来取 但是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参数的一个方式 让他 更灵活一些 所以呢 这里我们 给他一个second 这样一个参数 那这个是second 那具体有没有小时呢 我们就要通过 来 计算有没有小时 小时是多少呢 就是说 3600秒 就是一个小时 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 second 来除以我们的 多少呢 60 乘60 用这种写法的话 就比较 明确的看到他的一个 计算规则 那这个是小时 除了小时之后 我们还要计算什么呢 分钟 那这个分钟应该怎么来算呢 首先同样是我们要取整 我们就还是得用 mass.floor 这样一个做法 那这个地方应该怎么 还要怎么怎么来做呢 second 它要减去我们已经计算了的这个小时的一个数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小时定义定义到上面去吧 我们直接用3600 这样子 看起来小一点 要把这个小时占据的一个秒数 要使用掉 要减掉 减掉之后 应该怎么来做呢 我们为了在这边看起来更简洁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减 既然他用完了 用完了之后 他们他就应该 把这个已经使用的东西 给移除掉 给减掉 好 第二步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剩下的这个毫秒数 然后来除多少呢 除以分钟 60 那很明显 这个地方分钟 只要一使用了之后 我们也是同样的 一个规则 也要让他去 减掉 好 剩下的就是我们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毫秒了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怎么做呢 我们要来判断了 如果 这个 R 是小于10的 那小于10应该怎么做呢 小于10我们就要给他一个补0 所以呢 我们在前面给他追加 一个0 在上面去 同样的规则 我们要 对 minius 也要来进行这样做 如果 分钟 也小于10 那我们这个minius 那必须就要怎么呢 就要补上我们的这个0 好 至于 毫秒也肯定 这里应该是用复数 比较好一些 如果他剩下的一个秒 也是小于10的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也要给他加一个0 好 当他计算完了之后 我们最终要把它合成为一个 怎么来合成呢 R 加上我们的这个 这一段 然后呢 再来加上 我们的minius 同样的这一段 接下来再来加我们的这个seconds 好 通过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格式化好的一个 时间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做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就直接用race点 format format的时候就要把这个listing time给他传递过去 那这种方式下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看一下 他就变成了00 这样子慢慢的往上 加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好 这个呢 是我们关于这个 G17面板里面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格式处理 那累积也实现了格式也处 也处理了 我们就要剩下这个暂停 恢复和这个停止 这里的话我们首先就来怎么做呢 创建三个方法 怎么来和我们的那边一一对应 所以呢 第1个 Parse 方法 第2个 第3个 第3个 好 先把这三个方法给他创建好 创建好了之后我们来看这个pass应该做什么事情 很简单我们就肯定只需要怎么怎么来做呢 我们要把我们这个timeout这个interware清理掉 清理掉了之后那他肯定就停下来了 所以呢我们只需要来做这个事情 vonder clear interware 那这个res resolve应该怎么来做呢 既然要恢复的话那很明显我们也要 我们又要把这个 setinterware给他激活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要 借助一下上面已经写过的一个做法了 就是说 把res的timeid 用 vonder setinterware 好这个地方每一秒 动一下 好 vonder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 恢复的这样一个做法 那 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边写的和下面代码是一样的 一样的话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这个resolve 就简单调一次 当然停止的时候 停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就应该又来 cleointerware 那这个时候的话 很明显 我们已经有 有过一次实现 所以呢我们 直接调一下这个pass 这样一个做法 好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把整个的一个 这三个阶段的 这三个状态给他处理好了 之后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我们还需要在我们的这个 TestWise上面去给他更新上去 当他停止 开始游戏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在暂停的时候我们还要做其他的一些处理 什么 什么处理呢 就是说除了取消Tick 我们还要怎么来做 还要暂停 计时器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要来找到我们这个timers 然后呢 调它的一个pass 像一个方法 那同样的 这个 resum里面 我们就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timers 给它重新激活 当然 停止 停止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也就需要 停止 计时 停止计时的话 也就是我们的 timers 点stop 好 通过这些代码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效果 好一直在加 当我们点暂停的时候 看一下整个的都停下来了 然后点继续 好 它又在加了 注意 注意 在点继续的时候 它又开始播放了这样一个声音 那这个地方我们看看是在哪个地方来出发的 好看一下 因为我们仅仅是在这上面把我们的这个 音频给它 禁用掉了 但是下面的话我们又让它怎么呢 我们又让它 恢复了这样一个播放 所以呢 这就导致它 这边的这个声音也恢复了 好 那这个呢 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由于我们上面仅仅是注射了一个 导致的 所以说我们也把这边给它注射掉 让它没有干扰 那这个其实是正确的 好 接下来 那这边的这个计时器面板的一些内容 就已经完全实现了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 当前级别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很明显 要做这个级别的一个 渲染的话 我们首先 还是得把这个当前级别这个位置 给它 先画出来 所以我们先 声明一个canvers标签 把id呢 定为我们的这个never 好 对应的 我们就来新建一个 never.js 那很明显 我们会在这边去做一个引用 比如说我们就在这个timers下方 来做一个引用 never.js 那这个never 应该怎么来实现呢 其实我们直接把我们这个 score 这个里面这个格式 给它copy过来 其实是 比较雷同的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需要改成never 那我们找到所有的一个地方 把它进行一个 更新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个never 已经暴露到外部去了 那很明显 我们在这边 如果要使用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地方来 实力化 这样一个never出来 好 有了这一个的话 我们这边就不用管它了 我们主要的关注点 又移到我们这个never.js里面去 那既然有never 那很明显 我们需要 有一个 属性叫never 来存储我们的这个级别 但是这个convers 也需要指定到我们的这个never上 当然 以立体方法 我们肯定也是会有的 render这个方法肯定也是会有 那这个地方 要画的是什么呢 要画的就是说 never 然后呢 到底是never几 所以呢这个地方的never 好 也是需要的 那这样子到这个render 就有了 现在的话其实是已经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大概效果 我们来试试 看一下我们这个never never1已经显示出来了 那说明我们这个绘制没有问题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有个什么呢 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分数一个设计 那怎么来设计这样一个分数呢 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得分 高于或者刚好等于2的当前级别的一个次方 乘以 这么多的时候 乘以1万分的时候 那么他就可以升级了 也就是说当他满的 超过1万分 就他就会变成 变成二级 然后超过 我们的 2万分 他就是 三级 那超过 后面的话就是超过4万分才是 4级了 那这个是他的一个雷加 那这边的话我们要要计算这样一个做法应该怎么来做呢 那首先我们肯定要就要构造这样一个分数的一个数组它到底是大于几的 好 我们这就给他定一个 方形 我们这里呢用这个 字条用的一个函数来去来计算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先给他定一个级别 定一个这样一个数组 当然他的这个最低的一个限度肯定是零分 因为我们默认就是零分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通过一个循环 来做这个分数的 级别的一个 计算 这里呢我默认给他设计了一个10个等级 其实 应该是很难达到这个这个等级的 这里我们就直接设置了 如果要精细一点 那我们这个等级的话就要设置的更 更加复杂一些 当然这个1万分 是 确定的 加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ReturnR把它返回到我们这个 Level LevelR去 LevelR上面去了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级别数据的一个 初始化 初始化之后 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级别呢 我们就要来 写一个方法来怎么来 来检查我们的这个级别 CheckLevel 好我们把后面这个方法去掉 因为 没少用 既然要检查得分 那很明显我们这个得分 肯定也要 先 输入进来 那这边怎么来检查呢 如果在这个得分大于等于 never this.never 好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的简单做法就是 Level++ 实际做法的话 更完善一点的话 他应该到这个LevelR里面去判断他到底 已经涨到了哪一个级别 实际上我们 这个每次的一个最高分 也就是1600分 所以呢他是 达不到连续涨两级的这样一个 一个限度 所以呢我们这种用法也是没问题的 当然 所有的级别变化之后 我们都需要去 调用这个Render 来重新绘制一次 否则的话他是不会生效的 另外 要检查级别之后想想他会有什么事情呢 他会他需要提示升级 那这个级别到底有没有超 然后我们需要返回一个标志变量 比如说 Lase.never 然后呢 Return一个0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检查的这样检查级别的这样一个做法 那我们这个检查级别应该在哪来做呢 很明显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board 在我们计算得分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检查这样一个级别 找到我们计算得分的这个地方 这里就有了 计算出了一个得分 那除了 计算出的是当前得分 我们要算总的得分 应该怎么来算呢 TotalScore 应该怎么来算呢 通过这个A的Score这个方法来Return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来改造一下这个 这个Score里面这样一个方法 让他返回我们当前的 这样一个 Score 好 这边改造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边就能拿到这样一个Score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什么呢 Game实例 然后点 Level Check 检查Level TotalScore 当然我们要 给出我们这个当前的一个级别 到底是多少 如果我们这个级别 因为只要他有变化 那这个级别肯定是会有 大于0的这样一个值 我们就会 就会根据这个级别来计算 我们的这样一个 具体的一个 得分 那这个具体的一个算法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就要来这里来看一下 实际上的话 我们这边已经有写的 这个里面已经有罗列的一个算法 也就是说 他这个时间间隔的话 需要设置为原始时间的什么呢 假设一开始是 1000 就是说1000毫米 1000毫秒 就是1秒 跳一次 那第二级的话就是 900 这样一个算法 好 那我们这边就来实现这样一个东西 为了实现它 我们在这个config里面 说这个 speed 我们还什么呢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config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还原为标准的这样一个 1000 这样一个值 那默认情况下的话 它就是这样一个值 当它的这个级别 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这个时的话我们这个 speed 叫做相应的一个变化 speed 它怎么来算呢 刚刚我们 编写了一个算法 是怎么样子的呢 原始的 然后来乘以 什么呢 1 减去 当前never 减1 然后呢 除以10 当然最后的一个结果 我们要把它设置成一个整数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 的一个算法 当然升级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除了我们的这样一个 升级的一个 这样一个升级的一个速度的一个变化 那肯定我们还需要 怎么能提示用户 那提示用户应该怎么来做呢 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个什么的游戏给它 暂停一下 否则的话这个 在提示的时候就 很不好 好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通过set timeout 这种做法 来怎么做呢 来弹出我们的升级提醒 当然我们还要记得要恢复这样一个 提示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恢复 所以呢这边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save这种类似的一个做法 访问到他的这个 gaming stance 然后呢 resolve 好 那经过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整个的一个升级也就有了 为了 测试一下我们把这个改成100分 这个100分是比较小的 我们来看一下是否能够 真正的来做到一个升级 看现在的话应该是比较慢的了 好 我们因为只是测试升级所以呢我们直接平铺一排 好 看一下 时间定定定住了 然后当前级被变成了2 当前得分也已经达到了这个升级的一个标准 然后提示了一个 恭喜您升级了 点确定之后 看一下 这个时间的话 其实变化不是很大 所以说感觉不到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变化 好这个呢就下去再仔细的一个测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关于never这样的一个控制 好 那么这节课里面我们所要实现的一个功能 就已经完全实现了 那我们就下节课再继续 我们下节课里面